这可能是史上第一套表情包 只不过这套表情包的主人公是一些皇帝 这是唐代画家严历本的一幅名作 叫做历代帝王图 画中人物是汉朝到隋朝之间的十三位皇帝 还有他们的侍从 皇帝们各个伟岸高大 而侍从则画得矮小 明显不符合比例 但是别奇怪 这是古代统治阶层刷存在感的一种手段 在现实中 这是上尊下碑的一种等级观念 而在绘画作品中 就直接体像为主大从小 尊大碑小了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这幅作品最为成功之处 在于通过人物面部的生动刻画 展现了这些帝王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 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表情 今天就让曾哥带你一起来看脸 解读一下这些微表情背后的故事 我们从画面最右边的这位开始 这是汉昭帝刘芙林 他是汉武帝的小儿子 历史上是一位年少英明的皇帝 在位的时候主要与大将军霍光相互配合 开启了汉朝历史上的昭宣中心 画中人物面带微笑 有一种年轻人的躊躇满志 注意他的手 这是在自拍吗 还是在说一切尽在掌握 不过我感觉袁立本把汉昭帝画老了 别看他胡子一大把 其实汉昭帝八岁登基 二十一岁就驾崩了 可惜了这位后浪 旁边这位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 目光有神 五官舒展 一脸的落腮胡如丝般顺滑 这是创业成功的男子独有的俊美 展现出光武帝的自信与豁达 再过来这位是曹操的儿子 魏文帝曹丕 也是曹魏的开国皇帝 但是他的地位是篡夺得来的 画中的曹丕皱着眉头 目光锐利 双唇紧闭 脸部肌肉很紧张 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 再往中间 我们看到熟悉的两位在这里同框 一位是孙权 一位是刘备 两人的表情也很值得玩味 孙权眉目舒展 手中挥舞着羽毛扇 显得从容淡定 而刘备则是紧锁双眉 嘴巴微微张开 好像欲言又止 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样子 看得出是心泪 刘备曾经评价孙权说 他是一个不甘居于人下的人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没想到被画在了一起 天天都要见面 说完三国 再往左边就看到了西晋开国皇帝 司马延 从他演绎司马懿开始 一家三代努力创业 终于在他手中成功上市 司马延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他统治之下 西晋有过十年繁荣 史称太康之治 但是他在晚年放飞自我 娇奢盈异不说 还立了一位白痴儿子当皇帝 直接导致中原大帝走进乱世 画中的司马延大气外露 确实有开国之君的气度 但是眉毛微醋 内心似乎很矛盾 中间四位是南北朝时期 最后一个朝代南城的皇帝 其中三位坐姿的皇帝 从右起分别是 陈宣帝陈虚 陈文帝陈倩 和陈废帝陈伯宗 这种白纱帽是那个时期的时尚 第四位是陈后主陈书宝 就是陈朝的王国之君 在这幅画中 他和其他几位皇帝 是不在一个高度上的 再看他的脸 画家把他画得很猥琐 而且请注意 陈书宝是唯一的身边 只有一位侍从的皇帝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 整天单溺于酒色的昏君 他写了一首诗叫《御树后庭花》 被视为王国之音 后来杜牧的那首薄秦淮 写到《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畅后庭花 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再往左边看 这位是画家严立本的外公 北周五帝宇文雍 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英主 宇文雍戎马一生 在位的时候灭掉北旗 统一了北方 画中的宇文雍 面部胡子拉叉 显得比较粗野 但是很具侵略性 这恐怕是画家对他在位时 毁灭佛法政策的不满 北周的江山最终落入这位隋文帝 杨坚手中 这个强人先是在北方取代北周 建立隋朝 接着灭掉了南方的成朝 再次统一了全国 画面中的杨坚眼神迷离 令人琢磨不透 佩剑露出一大截 一副老模深算而又企图心很强的样子 最后一个皇帝是杨坚的儿子隋杨帝杨广 历史上的名气很大 却是以荒林残暴著称 传说他是沙父继位 隋杨帝和陈后主一样 也是个王国之君 所以在这幅画里 他和陈书宝是一个高度的 人物的神态则由于虚胖而显得软弱无力 身体缩手缩脚 还有一个巧合也很有意思 陈后主死后的嗜好也是杨 这还是杨广给他上的嗜好 没想到后来用到自己身上 这个杨字属于恶事 就是说后人给这两轮的鉴定 都是荒淫无度 疏于朝政的皇帝 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公平 因为如果论起历史贡献 随杨帝比起陈后主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历代帝王图 让我们看到了一张历史的合照 这里面有开国之君 也有王国之君 有明君 也有昏君 暴君 严历本通过人物表情和身体形态 准确地表达了自己 对这些帝王的政治作为 和能力的评价 总体来讲 明君英主受到尊敬崇拜 而昏暴之君遭到痛斥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分享点赞加关注 我是真哥 我们下回再聊 是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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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回再聊